吼吼 歡迎來看 KT叔叔公仔開箱 最新的七龍珠一番賞 經典對戰系列的野獸系列 唯二不是野獸的 就是D賞跟E賞 他們是同一個人 霧天克斯 D賞是超賽形態 E賞是一般形態 那之前Granista 其實也有出霧天克斯 然後是雙頭雕 KT叔叔也有收 那想說等一下就來做個比較 就是為了做個比較 我才特地收這兩隻的 那我們就看一下 它的盒裝 哇 側面 照片 然後 另一邊 全身的照片 背面就是這樣子 這一次 經典對戰系列 它的盒裝設計 就是有一種比較激烈的感覺 視覺上 你會覺得視覺感比較強烈一點 好 那在開始開箱之前 來大家可以訂閱KT叔叔的頻道 哇 KT叔叔呢 每一套的七龍豬一般賞 都會跟大家做開箱的分享 好 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來開箱了 GO 好 我們看一下 哇 我蠻意外的 連D賞 E賞 小朋友 小屁孩 感覺是大家 不是 比起別他 別別 隻阿 這兩隻好像沒那麼熱門 它一樣也是用砲殼耶 一個高規格的待遇 像之前的A賞 還有 最後賞 霧犯也是對不對 高規格的待遇 好 繼續開阿 哇 不用腳座 就可以站立阿 好 來來來來來 帶大家看一下 整體的公仔 感覺怎麼樣 不用說 還原度很高 蠻棒的 那為什麼 價格會低呢 我覺得第一個 應該就是比較小 我剛剛量了一下 這兩隻的高度 大概是17.5公分 一般賞都這樣 尺寸小 通常 價格也不會太高 那有一些例外 可能一些很特別的角色 才會例外 那我們撇除那些例外 它就是比較小 那第二個 是剛剛講到的 它不是那麼稀有的角色 之前景品已經出過了 Granista M.S.P. 或其他的景品 都有出過啦 出過這個角色 導致還沒那麼稀有啦 所以相較之下 這一套其他隻比較稀有 其他隻價錢高 那這一隻價錢就會低囉 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 不太理解 就是它身體好像有點往 我們這樣看起來 是往左邊去 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它的盒裝 它盒裝正面上的 照片 其實是有一個 斜角的啦 不曉得 是不是 故意做斜一邊 就是它身體有歪一邊 這樣子 你們看喔 對不對 身體是不是 我們這樣子看過去的方向 是有點往這一邊 往這邊 左邊的方向傾斜 那我就想說 會不會是故意的 還是真的是製作了 失誤呢 所以我就看一下 盒裝的照片 它其實是 盒裝正面的照片 其實是有一點點 這樣子斜斜的角度 這樣看起來 好像又蠻 蠻和諧的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好像沒有毛病 不曉得是這個原因 故意要做歪歪的 這個就不曉得了 好啦 帶大家來看一下 各個部位的細節了 好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頭雕的呈現如何呢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臉部的 表情 還有 這個眼神的角度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 包含說這個 眉骨上面的這個地方 一模一樣 然後下眼瞼的這個 就是塞 好 臉頰這邊 一模一樣 對不對 嘴巴的角度 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啦 這整個頭雕 真的只有 因為型態 所以髮色不一樣 超帥型態 跟一般型態 就好像只有這裡不一樣而已 我們看一下 別的角度怎麼樣 對 真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眉毛 它的眉毛是有斷的 一模一樣 這兩隻真的是 除了髮色以外 一模一樣 頭雕啦 頭雕啦 我們繼續往下看 嗯 身體 我覺得這隻身體做得不錯 你們有發現嗎 它的身體的那個 漸層 深淺色 陰影的噴圖 不錯捏 我覺得比物販 不管是A賞還是最後賞 我覺得比那兩隻物販 都還要好捏 這個身體 對不對 它的漸層其實都是做得不錯 那我們看一下手臂 一樣啊 也是有對不對 它這個陰影 這個噴圖 真的是不錯 另外一隻手 我們從背後的角度看 對不對 然後這隻手 真的不錯 那我們看一下拳頭 一樣捏 所以我們由此可以得知 它身體 整個手 然後到它的胸口 腹肌 整個的那個 漸層 陰影的噴圖 是做得非常好的 臉部就沒有了 臉部就沒有了 臉部就是比較單一色 就上一點點細節的刻畫 這是有刻畫的 不是單純用顏色畫上去而已 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衣服 看一下這個牛角麵包的部分 兩個顏色其實有一點點的落差 有一點點的落差 那我在想 這個落差會不會是因為 它超賽型態之後會發光 所以這個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因為它頭髮發 不對它不是頭髮 它整個身體會發光 所以導致這邊做亮一點 這我不確定 我猜的啦 要不然 我想不出原因 為什麼兩個顏色要做不一樣 還是有人 不知道答案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來告訴我們 對不對 它這個牛角麵包的部分 超賽型態 真的做得比較亮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衣服的部分 這個背心 這個還不錯 就是 基本的 有上一層 霧霧的漆 沒有一個 很油亮的感覺 然後 有一些 非常細的壓痕 但是沒有做太多的刻畫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它還沒有開始去打鬥 才剛出場而已 所以沒有任何戰損 好 看一下這個腰帶 這個腰帶就偏油亮一點了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腰帶偏油亮一點 好 然後看一下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真的很大 對不對 漸層的噴圖做得非常好 非常的到位 後面呢 一樣 它不會說前面給你 後面就亂搞 沒有 它很認真的做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鞋子 這個綁帶 跟腰帶一樣 偏油亮了一點 鞋子 鞋子 看一下 這個鞋子呢 我覺得就是 普普通通啦 就是些微的刻畫 皺褶 但是 偏亮一點 偏亮一點 整體來講呢 就是有做得不錯的地方 也有做得好像 不夠好的地方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個身體 這個陰影的噴圖啊 我蠻驚艷的 我覺得以這樣子幾百塊 因為它目前市價就幾百塊而已嘛 以幾百塊的 的一番賞來講 它 有這樣子的表現 算不錯 也就是說 我覺得幾百塊是可以買的 好 那我們來跟Grantista比較看看 帶大家看一下喔 跟Grantista的比較 這隻Grantista 我量了一下 有21.5公分 那這一隻也會是一樣的 因為它們只是頭雕 換一樣 換一個頭雕這樣子而已 那你要比較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是 髮色的呈現啊 Grantista的頭髮 是珠光漆 所以亮亮的 就是俗稱的電鍍漆 那它是 就是一般的 成型色 對 它的頭髮其實沒有太多的什麼 漸層的呈現 並沒有 那Grantista的褲子 也是有 有這個 漸層的 噴圖 然後腰帶是霧面的 但是我們看一下 身體的部分 對不對 比較起來 這個是 這個是好像比較 慘白一點點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一般型態 是不是也是這樣 欸對捏 你看一般型態的身體 是比較單一色 幾乎是 樹色而已 這個 真的就是做得比較好 我個人覺得 比起來 好像一般上 整體感覺 比較舒服 看起來 心裡比較舒服 很奇怪的形容紙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那當然啦 這個Grantista 這隻就是多了一個 臭屁的表情 那這個就是很一般的表情 不過我覺得 這個真的加分很多 你們感覺怎麼樣呢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是加分不少 背面看起來就OK 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喔 這兩隻最新的七龍珠 一番賞 經典對戰 野獸系列的 D賞 E賞 超賽型態 跟一般型態的 霧天克斯 這個開箱分享 我覺得應該會給 對這兩隻有點興趣的人 應該會蠻有收穫的 剛剛有跟Grantista的 霧天克斯 直接做比對 讓大家感受看看 那以目前現在市場上 這兩隻的價格 我覺得 是可以買的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覺得可以買吧 就是這價錢 然後做成這樣 真的是沒什麼好挑剔的 整體真的是不錯捏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那喜歡KD素的頻道 就可以訂閱KD素社 然後按個讚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討論 好 我們就下一隻開箱的影片見了 掰掰 一起era 我們訂閱 啦 來erem